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2020年6月24号星期三 今天早上看到了两条消息 结合在一起看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 第一条消息是辟谣声明 是上了新华网和中国新闻网这一类的一线喉舌了 它转引的是北京市海淀区的官方微博 就说最近有所谓谣言流传 就说301医院出现了疫情 海淀区新增了100个封闭小区什么的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那这条辟谣声明里面就说 经有关部门何时以上为谣言 望广大网民不听不信不传 新增100个封闭小区 这个事情虽然惊悚了 但是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头一个 就是301医院出现疫情 301医院就是解放军总医院 是副军级编制 对于中国的那个政治环境 稍微关心一点的人都知道 301医院的地位极其特殊 它其实是相当于 当今中国的御医院太医院 给皇上王爷各位中堂看病的医院 它是军队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医院 它是负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首都各个机关 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 一些地方的富豪官员 他有了病也喜欢往301医院送 这个301医院 它有高干病区 也有普通病区 那现在是辟谣的消息给贫霸了 都占据了中文互联网 所以我也搜不到 它这个传言里面所说的 301医院出现疫情 到底是在高干病区 还是在普通病区 这是今天的第一条消息 第二条消息是大纪元时报做了一个信息的梳理 就发现从6月11号北京再度出现本地确诊的病例之后 中共高层就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了 这个露面次数大大减少 那我查证了一下 这两个星期汪洋的活动还算是正常 他6月12号从新疆回来以后出席了三次会议 最近一次是6月24号才露了脸 参加了一次政协会议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的活动也还算正常 就上个星期开始的那个 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 就是讨论香港版国安法的这次会议 开幕闭幕他都在那 比较不正常的是习近平 他的行踪确实值得关注 就是6月10号之后 习近平确实没有在公开场合在线过身了 他是参加过两次视频会议 包括中欧峰会 官媒对于他的报道 大部分是他以电话贺信致辞 这一类方式来献身的 李克强的行踪呢 也是6月10号以后没有公开献过身 官媒说他6月17号和24号 主持了两次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其余是在网上的活动 韩正在6月10号以后露过一次面 王沪宁没有 在中共高层当中最为诡异的应该算是赵乐际了 他整个6月份都没有公开献身活动 所以把这个状况和301医院出现疫情的这个所谓谣言 两个结合在一起看呢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就是表明疫情已经对中共高层的活动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进入了某种疏散和避温的办公机制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这次关于301医院的辟谣 有一个要点呢 我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 就是他还没有发布抓获造谣分子的报道 咱们对比一下今年元旦武汉警方的辟谣 他是说传唤了8名造谣传谣的违法人员 这其中就包括李文亮 其实这8个人全都是医生 在中国呢当局是控制着所有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接口 真要去查找几个造谣分子 所谓的造谣分子 他在技术上几个小时就能够做到 特别涉及到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像传染病啊 还有某些敏感案件啊 金融秩序金融爆雷这种事情 能够激起社会情绪强大反弹的 当局他为了控制消息的传播 同时起到威吓民众爆料的作用 他们标准的操作流程啊 是既要辟谣也要抓造谣传谣分子 以警校友嘛 让老百姓掌握了消息 你也不敢乱说乱传 你说出于工作上的疏漏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什么技术上的困难 这一回漏掉了啊 抓不住造谣分子 在301医院这么敏感的事情上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反正我是很难相信的 最起码呢在我做这集节目的时候 还没有查处造谣分子的报道 那分析一下呢 我想到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呢 当然是当局能够找到所谓造谣分子 但是不公布 害怕人们再度勾起对于李文亮的回忆 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吹哨人呢 假如这个消息又是从医院这个圈子里面流传出来的 就糟糕了 你再查处一个造谣分子 等于是再塑造一个李文亮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消息就算不是从医院圈子里面流传出来的 但是也是从某一个敏感的内部圈子里面流传出来的 你去追查源头发现啊 这个泄露消息的就是某个有地位的人 或者是他身边的人 你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不是正好证实了谣言吗 所以呢这个辟谣而不查处造谣分子 一般来讲啊 它肯定是有不便于公布之处 那咱们再回头查看一下历史啊 今年的2月1号 大陆财新网的总编胡舒立写了一篇博客文章 就回忆了2003年的萨斯 要知道2003年非典那一回 头两例感染和最早的交叉感染是发生在哪啊 就是现在能够追查到的 其实就是发生在301医院 第一例呢是一个姓于的病人 还有他的家人 他们也是放倒了301医院的第一批医生 第二例确诊的呢是来自于香港一个姓李的病人 他后来病逝了也是感染这个SARS病毒 参与救护他的11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那胡舒立说 当时医院接到的第一要求就是保密 再保密啊强调的是封锁消息不泄露 这一连串情况啊都是发生在2003年的3月上旬和中旬 那位著名的真正有勇气的吹哨人蒋炎勇医生 他也是供职于301医院 他投书西方媒体讲述 他了解到的发生在301 302和309极所医院的病情 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03年4月份了 要知道2003年啊2000年代初嘛 互联网还不普及呢 没有多少网民 更加没有微信微博这些社交媒体 3到4月之间 他肯定也是有关于SARS的消息流传出来的 通过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亲友流传出来的消息 但是毫无疑问呢 那个时候要是你讲301医院的病情 也会是被当做谣言来处理的 因为医院接到的通知就是保密 再保密 胡舒立这篇文章呢大家回头可以查得到 还在网上没有被删掉 所以咱们从几个方面的观察来看 辟谣而没有揪出所谓的造谣分子很蹊跷 2003年SARS期间301医院也发现了感染者 而被要求严格保密 还有呢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们 从6月10号以后活动相当不正常 从这几方面来看呢 我们对北京目前疫情的严重程度啊 就应该有个估计了 美国著名的那个智库兰德公司 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 他们推算 中国大陆今年1月份的染病数字 应该是政府公布的多少倍啊 37倍超过了这么多 这是对疫情早期的一个估计了 那现在的整个消息也没有透明多少 对吧 那你同比例的把北京那个染病的数字 也上调个几十倍啊 那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夸张的脑洞 说完了北京呢再回头说一下洪水 下面这张图啊 是今天水利部水文情报中心所发的洪水预警图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三个黄色的预警标志都出现在四川 在长江上游 另外呢 中国天气网的消息说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 大家还轻松不了 江淮 江汉 像华南西南还会有四轮强降雨 洪水这事儿呢还没完 江汉是哪儿呢 当然指的就是长江中游武汉这一带 西南呢指的就是长江上游四川贵州 江南呢就是长江下游 所以它这段话你重新翻译一遍 就是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 长江全流域还有强降雨 上游下游都涨水 要等这一波洪灾过去 大家能够松口气 比较乐观的呢也得等到七月中下旬了 所以对三峡的历史性考验 现在还只是开始 还在继续呢 关于北京的疫情和三峡的险情 我们这儿呢都做了好几次节目了 那么有一些朋友啊 就在视频下面的留言区里面留言 还有在我那个电报群讨论当中说 北京啊它要是出现了像武汉那么严重的疫情爆发 中共就垮了 三峡要是发生了溃坝这么严重的事情 中共肯定也要垮了 要是两边都出现了问题呢 中共肯定垮了 没商量 另外有些朋友呢不同意这种判断 就说中国人呢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了 它可以承受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 它都不敢造反 这次疫情当中呢 你看有很多人还在心甘情愿的接受那个所谓正能量的灌输 就算真的洪水来了 大洪灾来了 当局只要一宣传什么军民雨水情深 众志成城抗洪灾什么的 多数人照样会买账 你看处于封城伤害状态下那么严重的武汉 很多人都还为当局歌功颂德呢唱歌跳舞呢 那这两种观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哪一种更在理呢 当然你任何一种判断它都不是随时随地成立的 你都得要看这种灾难 它以何种方式发生 当局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控制消息的流传 还得看那个灾难的后果严重程度 但是总的来说呢 其实我还偏向后一种观点 可能给有些朋友浇了点冷水 咱们昨天呢不是谈到了判断社会形势 长远的来说得看结构 那些所谓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构成这个社会基础规则的东西 它存在于哪呢 它虽然体现在枪杆子刀把子在谁手里这些方面 但是最终规则还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 就是这个社会人们多数所达成的共识 应该如何生活应该服从谁 这个观念你不去触动它啊 这个社会不管承受多大损失 它都未必会发生大家所希望的变天那种情况 这个社会可以体现出很惊人的耐受力 要说这个传染病的厉害啊 本次人类文明进程当中 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是最严重的 消灭了欧洲30%到60%的人口 现在历史学家普遍估计呢 是有大约2500万人就是三分之一的人 在欧洲死于黑死病 在14世纪那一波最高的估计呢 有超过一半的人死于瘟疫 有些地方人都快死绝了 可是领主也还是领主 农奴也还是农奴 因为人们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呀 就算有瘟疫 但是没了领主老爷 那还叫什么世界呢 欧洲没有一个主要国家 是因为瘟疫而被颠覆溃散了的 那一波瘟疫当中损失最惨重的是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80%的人死于瘟疫 它的国家体制也没有变 你想想这个八成的人都没了 说接近快死绝了也不夸张 当时的佛罗伦萨是共和国体制 它并没有变成君主体制 共和国的王国改变成君主体制 出现变天呢 那得是200年以后的16世纪了 所以呢 不触及到这个社会基础结构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就算蒙受很大损失 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 那只有当人们的思想 进而生活方式被触动以后 这个社会才会发生 大家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变天 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呢 这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被某些民族所接受以后 他们哪怕和自己同民族的 其他同胞相比 立刻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而且也再没有回来过 现在有一句口号叫做天灭中共 它最早是法轮功群体提出来的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呢 也被港人普遍使用 现在很多台湾人也在这么说 确实这个不间断的天灾人祸呀 它能够促使人们反思天灾当中有人祸 温纪是这样 洪水也是这样 因为中共的刻意欺骗隐瞒拖延 还有种种制度性的弊端 它是让很多可以避免的灾祸避免不了 本来应该是后果很轻微的灾难呢 变得后果无比严重 中共以为可以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 产生一种盲目的自大 结果发生一系列黑天罗事件 按下了葫芦又起来了瓢 最后由它不可控制的力量把它击倒了 这可能是天灭中共最后的一个结果 但是不是说咱们寄希望于老天爷把我们的活都给干了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 老天爷 你去收拾中共 美好的社会自然就降临了 并不是这样的 只有启蒙人心这个社会才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才能真正的出现变天 启蒙和说服这是任何力量都代替不了的 这是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 关于三峡的问题呢再多说一句 我的理解啊 如果只是单一洪水的因素呢 溃坝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看来并不大 因为它平常年份蓄水发电的水位就是在175米左右 只要水位控制在这个标准上下 对于那个大坝的安全应该还算OK 但是如果加上一些别的因素 就会有比较大的风险了 比如这个地质灾害里的山体滑坡 它那个船闸两边的山体呢本来就发生位移了 长期下雨以后它两边的山体会变得非常沉重 那么滑坡呢会给大坝造成额外的伤害 还有库区发生泥石流滑坡等等这些事情 有可能堵塞水库 当然还有大家最害怕的地震 就是这些因素如果参与进来叠加的话 会给那个大坝制造很大的风险 还有一个需要当心的地方呢 就是长江全流欲降雨 会让三峡陷入两南 它如果泄洪呢会给下游带来很大的伤害 它不泄洪呢它上游库区周边呢会被淹 而且大坝本身也不安全 这个形式怎么发展呢 咱们就从这两条线索去看吧 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 明天在会员网站上文招.ca上面 咱们接着来聊上一次的话题 上一次会员网站的节目呢是说到了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信托经理人是奴隶 这个奴隶呢是构成了人类早期金融信托行业的中间骨干 我们对于古代奴隶制的很多理解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那明天呢我想来聊古代金融行业的另一大分支 就是包税制 什么叫包税制今天没时间解释了 明天放在会员网站节目来解释 它呢是催生了最早股份值公司的诞生 还有中央的金融监管 这是在欧洲历史上发生的 可是同样一个包税制在中国历史上却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后果 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明天在会员网站上和大家见面 在YouTube上 如果明天没有特别重大的时事新闻发生 那就是星期五再见了 谢谢各位